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1225集 纳兰与眉头一簇 额上的青筋都爆了出来 眼睁睁地看着一条花蛇 从肩上游上来 他却无能为力 或者说 就算是钻进耳朵里 嘴里 他可能也没有办法阻止 脖颈处传来一股刺痛 他痛得闷哼了一声 该死他 看着不大的小蛇 咬人却疼得厉害 这些蛇不像是常见的品种 应该会有毒吧 不然被咬过的部位 为什么各种不适的疼呢 哎呀 真的要钻进他耳朵里去了 周月儿越是这样诡教 纳兰与越是恐惧 特别是感觉到蛇性填在他耳垂时 更是让他恶心有抓狂 整个人高度紧绷着 这样的折磨 大约持续了不到十分钟 纳兰与死死地咬着唇 不肯开口 田勇这边已经开始不耐烦了 又走了过来 纳兰与 你到底说不说 纳兰与咬着牙 倔强地垂着眼眸 碰到一个如此倔强的女人 田勇也是气得咬牙 你别以为不开口 我们就拿你没办法 这些小玩意儿 只不过是陪你玩玩 你要是执意不说的话 更有趣的还在后面呢 纳兰与抬眸 怒视着他 眼神凶冷 透着一股骇人的杀气 就连田勇都在心底惊了一下 他敢肯定 如果这个女人有机会的话 一定会将他碎尸万段 既然你不说 那就别怪我们陆少 没给过你机会 田勇不想再跟他废话 退回去对陆亭川说道 陆少 我们应该给他来点更厉害的 陆亭川望着面前的女人 漂亮是真漂亮 但倔强也是真倔强 眼瞼压下 长长的睫毛在眼瞼下方 留下一道黑色的剪影 遮住眼底的波澜 形成一望无际的黑 没有人知道陆亭川在想什么 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对于田勇而言 他的沉默就是允许 很快的 田勇又命令人 拿了两个大麻袋过来 和刚才一样 袋子里装着活物 在袋子里扭动得厉害 周玉儿有了刚才的教训 这会儿早就溜到人后面藏着去了 当袋子丢在地上 一条条又粗又长的蛇从里面游出来 比起刚才那些小蛇 这些蛇绝对算得上是成年蛇 最小的一只手只怕是握不过来 大的更有男人手臂那么粗 品种更是奇形怪状 一条条凶狠毒辣 纳兰宇瞠目 刚才那些小蛇 已经让他的承受力达到了极点 绝不可能再承受这些巨大的家伙 他想到过任何残酷的行刑 但是没想到 陆婷川居然用这么卑鄙的手段 他怕了 真的怕了 遇到一个恶魔 他只能举手投降 等一下 纳兰宇终于开口 所有人眼底一亮 那反应就好像从黑暗中看到了光亮 唯独陆婷川一个人 眼底依旧是平淡无澜 他望着纳兰宇 眼神神不可测 田勇无疑是最激动的一个 还以为纳兰宇有多将 没想到这么快就妥协了 他自喜地看向陆婷川 那样子颇有几分求表扬的感觉 但是等待他的却只是一记冷眼 田勇善善地收回目光 还不快把蛇给招回来 石灵对旁边的人吩咐道 田勇和石灵是一起跟陆婷川打江山的 田勇虽说有胆量 但是察言观色方面 比起石灵还是差得远了 就好比陆婷川那一记冷眼 田勇还在心底困惑 自己做错了什么 而石灵就知道 赶紧让人把纳兰宇 身上的蛇给招回来 纳兰宇感觉到身上的东西 都不见了之后 整个人彻底地松懈了下来 长长地吐了口气 整个人松懈下来之后 浑身控制不住地颤抖 就连苍白的唇瓣 都颤抖得厉害 一团黑影笼罩下来 一双男人的脚出现在眼底 纳兰宇抬起眼眸 看到陆婷川就在面前 他高高在上 犹如王者般从上而下地看着他 那眼神冷漠而平淡 纳兰宇松开得双手又扣紧 狠立的目光弯在他身上 那样子 好像将他拆吃入腹 都难解他的心头之恨 但是陆婷川 无所谓他是什么眼神 只是冷冰冰地开口问道 想好了 与其说陆婷川在问他 倒不如说 他是在变相地暗示他 虽然这个暗示并不明显 但是他还是希望纳兰宇不要太降 在他这里 降 只会让自己多受更多无畏的折磨 思维适当地灵活一点 不是胆小怕事 而是机智 如果是他 他会毫不犹豫地说 自己是周虹的人 纳兰宇知道他跟周虹不合 在他确实不知道 自己幕后指使者是谁 却又不得不说出这个指使者的时候 他完全可以说 周虹就是他的幕后主使 这样 起码能让他暂时保住性命 不是陆婷川护着纳兰宇 而是他想要知道更多 不管那个字条 是不是给纳兰宇的 至少纳兰宇对他 还有很多用处 后面的石灵和田勇都走了上来 周虹儿也想知道 纳兰宇是谁派来的 回去好告诉父亲 所以他也走了上来 快说 田勇见纳兰宇默默唧唧 等不及地催道 纳兰宇将他们一个不落地看了一遍 必须要记住这一张张 折磨过他的人脸 有朝一日 他势必要报仇 但是他最后的目光 在周虞儿那里停了下来 算起来 周虞儿才是罪魁祸首 如果不是周虞儿陷害 他又怎么会受这般折磨 对 第一个要报仇的 就是周虞儿 突然 纳兰宇神色一正 既然要报仇 何不现在就开始 纳兰宇重重地盯了一眼周虞儿 收回目光 说道 是周虹派我来的 这个结果说出来 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 周虞儿则是震惊之余 冲出来指着纳兰宇 你胡说 纳兰宇 你不要诬陷我爸爸 我爸爸对陆少忠心耿耿 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 说吧 他又转向陆亭川 惊慌失措地替他父亲解释 陆少 我保证 我爸爸绝对不会做任何对你不利的事 你千万不要相信纳兰宇这个贱人说的话 他肯定是想临死前找个垫背的 你千万不能中了他的计 他跟你父亲无冤无仇 为何偏偏要拉你父亲做垫背的